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 这里有鸟语花香,有春花秋石 有无限的亲近,有万分的友爱 但是,总有一些丧应,有一些病毒 迁入我们的事业,啃食我们的机体 折磨我们的感情 毒品,一个吞噬着生命与前途 磨砂了一个文明辉煌的恶魔 如今,他将煽动着那扶着的翅膀 飞过中国那段散通的历史 来到了你,我的身边 我们对于毒品一直很痛恨 毒品不仅危害自己的身体 还会影响到周围的其他人 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了自觉抵制毒品 自觉远离毒品 自觉以吸毒现象做斗争 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许多 吸毒、涉毒、贩毒等现象 许多美好的生命就在毒品中消亡 目前,我国吸毒人数呈上升趋势 青少年在吸毒者中的比例居高不下 并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青少年已成为最容易受到毒品威胁的高危人群 因此,打击贩毒行为刻不容缓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对青少年加强 进毒宣传教育 了解毒品给社会及家庭所带来的危害 对青少年自身来说 好奇是死年龄段的固有特征 对任何事物都存在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我们作为在小学生 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 应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要掌握一定的进毒防毒知识 增强防御毒品的能力 面对毒品,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更要有坚强的意志 活着是一种幸福 好好的活着 健康的活着 有价值的活着 是对生命、对父母、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从今天做起 提高防毒意识 远离毒品 累住一道防毒屏障 让毒品失去称呼的土壤 同学们 生命是多么的宝贵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面前充满鲜花 珍惜自己的生命 共同建造敌与毒品 今世的龙强铁兵 让我们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珍爱生命 愿离毒品 配创建无度向远 而付出我们每位同学 应兴的责任